梁山遗族自治州惠东县一位普通的遗族姑娘 结婚当天迎亲队伍把新娘迎娶到新郎家 可是新娘根本没能进入南方家 而是被安排在了一个用木板和树枝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休息 开始敬酒了 这敬酒有一定的规矩 第一晚要敬给新娘的表哥 第二晚要敬给新娘的舅舅 因为遗族的传统里舅舅为大 之后是叔叔表弟和伴娘 酒敬完了 这时南方家会有人为新娘和陪着她的人端来食物 驼驼肉酸菜汤米饭以及苦桥饼 这些在当地来说都是非常传统的食物 两位代表新郎去迎亲的人也要跟他们一起用餐 直到太阳落山以后 新娘和陪伴新娘的人们终于被请到了新郎家的堂屋就座 第二天一早 他们直接跑回了娘家 而且到这儿这场婚礼才算是结束了 当地遗族的婚俗 新娘子在迎娶当天 必须在太阳落山后才能进门 而且在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前要出来 在第三天还要跑回娘家 俗称回门 回门的时间一般四五天 也有几个月的 离惠东县三百多公里的美姑县 这里的遗族文化保留得十分完整 美姑县一些地方的遗族婚礼被外人称之为没有新郎的婚礼 美姑一些遗族同胞的婚礼中有个严格的规定 就是从新娘打扮好开始 一直到达新郎家的过程中 不论发生什么 新娘的脚是不能粘地的 因为碰地地面就不干净 像是这个新娘是新的 也就是保持她的那个减净干净漂亮 美姑县以西的喜德县 是现代遗族的标准语音所在地 被誉为遗族母语文化之乡 这里的婚俗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婚俗礼制 出门之前妈妈要为女儿喝上一口菜汤 意思是希望女儿嫁到了婆家以后 一辈子都能吃饱喝足 新娘并不直接进新郎家门 而是要等新郎和媒人来请之后才能起身 这样才显得女方的尊贵 终于新娘子可以进门了 新娘子的盖头要等客人们吃完饭了才能掀开 并且新娘子的盖头只能由婆婆来掀 掀盖头之前婆婆会给儿媳妇喂块肉 喝杯酒 意思就是她认一下这个儿媳妇了 婆婆把新娘子的头发扎成两个辫子 就代表新娘子已经是她家的人了 婚礼结束后 新娘子最终还是要和送亲队伍回娘家 三天后新郎才能把新娘子接回来 开始婚后的生活 这几位被称为碧魔 他们通过舞蹈来为新郎新娘祈福 此时其他村民也都聚集在这里 等待着这项重要仪式的开始 我特别好奇她跟为什么刚才把那个碗一脚就给踩碎了呀 说要踩碎 就是把所有的国旗的一些 不离的不好的灾火 踩在这边 就不吉利的事情 然后不好的事情 就顶在这边了 就不能跟着她走了 这些比目在这里就给他们祈祷祝福 把国旗的一些 所以不吉利的东西 一些灾火 全部都通过他们给祈祷祝福以后 走进新家 一切都顺顺畅畅畅 过新生活了 灾火是领略民族风情的重要窗口之一 但正可谓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即便同一民族 在不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